我一直告诉大家 我每年最少50本书 近期看的是马云的王健龄的书 他们的自传 哲学方面是冯友兰的 政治方面的前韩国总统经大中的 道德素质境界方面的论语道德经 风水方面的易经 是不是 有时间都在看呀 哪有时间去闲聊 你不提升你自己 就被企业淘汰 是不是 经常老板跟我一聊天的时候 老板就会发现 哇 每次和你聊天 你有新的见解 新的主意 他觉得很惊讶 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什么 万人迷呀 学习不是为了让别人给我们给面子 而是充实自己 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 能力呀 境界 这很重要 别怪别人给我们不发高工资 我们不值钱 我告诉你 真不值钱 人和人真没办法比 你别说不公平 你就没学那些东西 你就没下功夫 是不是 你要持之以恒 你不学怎么办 学完以后还要应用 就像孔子讲的 所有知识不是天生的 我的所有知识也不是天生的 我告诉大家 全部是学来的 研究风水的时候 你知道风水书我买了多少 现代的古老的全看完了 看完以后还要应用 走在任何一个地方 我一看这建筑 一看老板的办公室 我就知道他赔钱了 赚钱了 就这么快 现实的可以应用 这就是要下功夫学 不学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今天 不是将学问作为 邀民买力的工具 而是提升自己 道德素质境界价值的工具 让别人不敢轻视你 就像我这两天一样 他们说了 说这个 很多人说 秦老师你给我写副字 我说我不是我不写 我实在写不过来 最后他们说 那你要不做公益 我们就通过公共平台拍卖 没想到第一副字 人的天又就这么长 这么宽 拍了一万四 他们觉得很惊讶 他们说 你小小一副字 能拍一万四 我说我那个字 不能叫书法作品 你看字 既能看懂我的人 我别人那个字 都是龙飞凤舞的 是不是 我们看到那个 各种棱角特别多 你看我的字里面 是没火气的 很多人是看字 不能知人 你现在看我的字 你就知道 我是什么星空 我所有的字 都是没有 这个棱角的 完全像那个 反普归真一样 因为现在人都急躁 我们写字的时候 就把这个火 完全你就降掉 就完了 我写字的出发 就是让人看到字 就能想到 我要微笑 我要改正脾气 你看我的所有字的样子 你会感觉非常的慢 像那个笑相的那种状态 完全是不一样 我就说 你别说我的字 到什么层次 我只能说 我用心在写 你看字既知我 就可以了 做任何事情也是这样 我说 我不是书法族的价值 决定不是 但是很多东西 有时候我们在讲 不是拿价钱衡量的 你看红一大师 当时写的阿弥陀佛 给人解缘的 那现在一幅 我在身边上 都是三四十万 很正常的 我们在看 阴光大师写的字 你都不忍看 我当时说 我阴光大师 净祖宗十三祖 太有名了 写的字就是小孩 在那画的 但是我们高明的人 一看你就知道 大师的境界 反普归真啊 他的那种心 完全进入那个同性 你看小孩 是什么状况 哭就哭 笑就笑 完全不伪装 笑得很灿烂 哭得也很争切 那种感觉 是最有余味的 不像我们现在人 假笑啊 苦笑啊 皮笑肉不笑啊 笑里藏刀啊 你看那个表情 特别不自在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人德的这个心 就是我们学的时候 提升什么 这是提升我们自己 完完全全去提升 这是我们大家的 这个境界啊 一定要考虑到 孔子说 古代学者学习 是为了充实提高 自己的德性 修养素质 而达到 清心寡欲 现在的学者学习 是为了 装饰给别人看 那我们今天想想 现在很多学 传统文化的人 就是为了给别人看 讲得特别好 回家夫妻正案抄家 自己还大大咧咧的 见别人又是鞠躬的 又是做医的 回到家里 恨不得别人 别人把他供起来 他不知道 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 是为了更好的 服务大家 我说我从学 弟子归以后 我到现在为止 我告诉你 他经常在家里 早上做早饭 我们家买菜买肉 所有的生活必备品 全是我买的 我告诉你 是不是 那你要把它 结合在生活中啊 还要用在工作中啊 你不是学完以后 高高在上 你看我经常早上一起来 第一件事 送完孩子上幼儿园 拉了个买菜的车 就去菜市场 我太太几乎不去菜市场 哪一家的菜好 哪一家的蛋好 哪一家的肉好 我全知道 跟人家关系好都不行 特别熟悉 就是这样啊 要不我经常再讲 这个男的 又能上得了厅堂 还要能下得了厨房 一定要这样 懂得工作的人 体现自己价值 懂得做饭的男人 就知道了生活的情趣了 本来就是这样嘛 你完完全全 你要想 我如何学这个东西 一定是在家里面 在所有的生活 氛围里面 我们可以体现出来的 由你指责对方 说对方的过程中 真为对方 是不是 哎呀 你看最近我跟我太说 天太热了 是不是 少在家里做饭 在外面吃一口饭 我说你在那厨房 那么热 做饭啊 我都于心不忍 跟早餐还不一样 早餐垫饭锅 你定个十周就熬好了 是不是 早上起来拌个黄瓜 调个凉菜 几乎不用动火的事情 那午饭有时候太热了 我说 你就少进厨房了 你别再中暑了 是不是 自己还难受 对我来讲 简单外面吃一碗面 吃一碗饭 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实际 这就是学习儒家学说 学习国学和美学的人 就不一样 常为他人着想 体贴 是从家里开始的 体贴妻子 疼爱妻子 孝顺父母 替父母着想 你想让孩子学到表演 表率 你就要先从爱他妈妈 这个地方找手 在这个地方要下功夫 你看我在我们家 从来没控制过我太太花钱 反而她不舍得花 从来我没有概念什么 双十一双十二 没概念 工资卡给人家 人家想咋话咋话 必须要给我报告 啥是我的钱 人家的钱 还替我保管很好 是不是 夫妻之间 人家一辈子都交给你了 你钱有什么舍不得交给人家的 我们要想通 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如何去践行去立行 这很重要 不是刷嘴皮子呢 见人举个工 又做医的 回到家里还是老样 太太没看到你的变化 丈夫没看到你的变化 孩子没看到我们的变化 我们学什么国学呢 我们做什么义工呢 是不是 学习任何圣贤教会 都是家庭更幸福 夫妻更恩爱 老人更能得到子女的孝顺 我们在企业中 是万人民 别人离不开 我完全应用 我在我们公司待这么多年 我不光是在 在这家公司待这么多年 我现在还接了两家公司 一家公司是董事 一家公司职位还高呢 总经理是法人 人家还给我弄了个董事长 我还给他管企业 我们想想 人家很放心 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论语里面 我们会发现 孔子 不光是对儒家文化的这个体现 整个一部论语对治国 安邦 旗家平天下 全部讲完了 要不宋朝时候的赵普宅相就说了 是不是 赵匡又问他呢 人家都说你给我治理国家呢 你用什么方法呢 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呢 说我要是找不出来问题的时候 没有办法我就回去翻论语 我在论语里面找到方法 我给你帮助治国家的 最出名的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呀 说半部就能替你做治天下了 不需要全部 我们今天也在学论语呢 我们别说治天下 把家里治好 把自己治好好不好 这很关键很重要 去薄欲使人与孔子 孔子与坐而问焉 曰夫子何为对曰 夫子寡欲寡其过 而未能以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 此章塑造了一味 不卑不亢 反应敏捷 忠诚正直 而又谦逊 有理的使者形象 屈博欲是魏国贤大夫 当时已经退官赴贤在家 从使者的言语中 我们可以知道 他仍然保持着不断努力 不懈怠 永不自满的精神 使者的答话体现了 屈博欲的修养和境界 又体现了使者自身的修养 顾孔子称赞说 好一个使者 好一个使者 就是你看这个人退休了 好学 谦逊的思想都没有改变 屈博欲派使者去拜放孔子 孔子请使者坐下 然后问道 先生进来在做什么呢 使者回答说 先生想要点少自己过去 自己的过失 但还没能做到 使者出去之后 孔子说 好一位使者 好一位使者 就是回答得非常好 这个人呢 就是我在学习的时候 问他要干什么呢 先生想要点少自己的过失 但还没能做到 就是点少自己的过失 按佛要来讲的理论 更简单 发现自己的错误改正 这叫开悟 发现别人的缺点 指责这叫缺德 不管是儒家佛家道家 他有相通的地方 都是要求我们自己改正 自己落实 我们今天不是 我们今天是 发现别人缺点 抓住不放 对自己的缺点 包容包容 理解理解 放过放过 导致我们成了老改犯了 听了几天课 回去好两天 过后原形毕露 变得我们 不像自己了 好也没学好 反而变成了什么 老油条了 要不我给我们 很多学生讲 以后我找学员 学过传统文化的不找 他说为什么呀 我老油条教不会 他比你还会说呢 他来了先听听 这秦老师哪讲错了 哪讲到有问题 我来找他毛病 我不是想来听课的 要不然就是 我学了很多 不行 秦老师让他看看我 有没有开悟 他来这种想法 他不是想来学习的 要不然就是 他说他会对这 背这经典了 会念那个咒了 就是家里全扔下 什么都不管 天天跑道场 过两天 什么就花山去了 过两天 普陀山去了 全国各地传统文化论坛 我遇到最多的一个学生 跑了40场 哪个论坛都去 去了一个墓地 没说听老师讲课 下了课赶快抓住老师 给他照照相 拿去给人炫耀 你看我跟谁合影了吧 就这 拿我跟谁合影了 你看我跟谁合影了 在那不停地刷 我说你这实验场都得见桥严 他说为什么呀 我手不停地刷平的吗 我还没看清的 你就划过去了 我说你卖弄什么呀 我说你叫我看的意思 你看我跟他们也合影了 我也想跟你合一个 我说有我不多 没我不少 我跟你不合 我说庙里有菩萨 站着和观音合影 有释迦牟尼佛 站着跟佛祖合影 也可以去孔庙跟孔子合影 我不如他们 所以我跟你不合 是不是 你卖弄什么呀 我要看到你的变化呀 你来还跌跌不休的 你看我学这么多年传统文化了 做义工呢 我孩子还不听话 我们夫妻两个还打架 那你学什么呀 是不是 你合那么张多景有用吗 看了那么多光盘 跑了那么多的传统文化论坛 对你有价值吗 没有 我说那你为什么跑呀 说传统文化那些地方啊 吃住不要钱 我说哦原来占便宜去了 好吃懒奏 做要不我说 现在很多传统文化地方 救了一些人 也害了一些人 为什么 害了一些懒害 爱占便宜的人 这是我们在学的时候 就完全学偏了 就出问题了 不知道改正自己的过失 学习的目的就是改错来的 知错改错 我们才能进步 子曰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曾子曰 君子司不出其位 春秋末期 祝侯月礼 大府专权之事很多 孔子和曾子的话 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发的 孔子说 不在那个职位上 就不去谋划 那个职位上的政事 曾子说 君子所思虑的 不跃出他的职权范围 那我们看看 那个时候因为针对的是 当时的这个 大夫 当时的这些诸侯 阅历比较多 你看大臣用的是皇帝的礼 大夫用的是诸侯的礼 这个是施礼了 那我们对待家庭来讲的话 我们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 有没有尽好自己本职 位上的事情 我们的职位是什么 我经常在讲 每个人的身份 大同小异 今天本职工作 有没有做好 一个人啊 我可以这么说 有无数身份 我们想想 一个女性 从出生是女儿 出嫁是妻子 有孩子是妈妈 女儿出嫁是孕母 给儿子娶了 儿媳妇 是婆婆 这些身份 你有没有演好 这种角色 你有没有演好 演好了以后 女儿静好笑 就演好了 女儿的角色 作为结婚以后 是妻子 祝福成德 不累福成罪 帮助丈夫成就 大业 这就演好了 妻子的角色 女人的双手 不是推动摇篮的双手 是推动世界的双手 把孩子培养成 对社会国家 有用的人才 这就尽好了 母亲的职责 嫁女儿 当好岳母 如何帮助小两口 夫妻越来越恩爱 增加老人 在女婿女儿 眼前的德性 让晚辈踪惊 你这个角色 就完全演好了 完完全全 就演得非常好 有了儿媳妇以后 是不是 一碗水要端平 你要想什么 女儿再好 是一门客 媳妇再好 再坏 是家中转 媳妇总要和婆婆 待的时间久 作为婆婆 不能长期住女儿家 作为聪明的婆婆 和媳妇关系 要处得比 和女儿关系还要好 会说话 会做事 媳妇爱见 儿子不难做 这个家庭就和谐了 是不是 你真要把儿媳妇 当成你的女儿 我告诉你 你成功了 人家真有这种婆婆 我过去在老家的时候 就是 人家三个儿媳妇 一回来 三个儿媳妇 抢着在厨房做饭 我告诉你 那婆婆 炕上一坐 我们闪心 她有炕 炕上一坐 男孩儿媳妇 都听话得很 我一看 人家婆婆做得到位 人啊 心是肉长的 你对她的好 她肯定能记得住 要不我说 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 不是核子弹是感动 你一定要做到这个份上去 那作为男人也是 儿子的身份 以孝顺父母为己任 丈夫的身份 以疼妻子 爱妻子 成就妻子在家中的地位 这非常重要 每年你爸妈过生日 怎么办 让你妻子给父母封红包 藏在自己爸妈面前 夸妻子先得 是不是 你父母一看 疼儿子 也就把媳妇 小的过世都能 看得开放得下 凡是婆婆和儿媳妇之间 有了矛盾 是这个丈夫不会活人 在自己父母面前 不会夸妻子 在自己妻子面前 不会夸父母 导致 离我们最轻的两个女人 成了死对头 这是有问题的 我们家不是这样 我爸我妈的生活费 全是我太太主张给的 过生日买礼物 全是我太太买的 为什么呀 数妻子之德 要不我妈就讲了 你看我们儿媳妇 比我儿子还孝顺 我听了很高兴啊 婆媳之间就没矛盾啊 是不是 长时间我还说 呀我妈我本来说给你 哎呀 买个六克金的耳患呢 太太说买个八克的话 八八大发 哎呀我妈听了就高兴 是不是 你要用这方式嘛 作为一个人 凝聚家人之心 凝聚感情 不是给他拆散呀 你看对待我们 越富越母 都是我出手的 为什么 我太太给他爸妈给钱 他爸妈还会说 你丈夫知不知道 说知道 知道他咋没给我们 是不是 老人还怕 哎我知道了以后 夫妻两个人申请 所以每次给岳父岳母 给钱都是 要不就是我给 要不就当着岳父岳母的面 我给我太太说 记着给咱爸妈 妈给钱 让老人花钱心安 哎 花着一点压力都没有 是不是 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没有 恕对方只为信 恕对方只得能 这个家就凝聚了 就符合古人讲的 家和万事心 我们看在孔子讲的 不在那个职位上 就不去谋划 那个职位上的事情 曾子说 君子所思虑的 不跃出他的职权范围 我们现在不 不正 不正对当官的 正对家庭的职位 我们完全做好 在这个位上谋这个证 没在这个位上什么 不谋这个证 今天是女儿位 今天是妻子位 今天是奶奶位 今天是姥姥位 今天是岳母位 今天是母亲位 我们把这个位上的职 责我们尽到位 是不是 今天我们就是因为出位了 所以家不合了 婆婆不像婆婆 岳母不像岳母 是不是 媳妇不像媳妇 儿子不像儿子 女儿不像女儿 导致本分完全乱了分寸 是不是 老不像老 小不像小 君不君 成不成 富不富 子不子 富不富 其不其 完全出位了 我们想想 怎么能好 好不了啊 在其位想其福 出其位受其害 你今天是父亲位 不能做到父亲之责 把孩子没教育好 你今天出位了 孩子未来不听父亲话 啃老不孝顺你 你不受其害吗 你要当初净好自己的父亲之责 现在的孩子不会啃老 哪会不孝顺你 我们想想 都是因为我们今天完全做了出位的事情 就像我讲的风水也是 男子的风水位 女子的风水位 是不是 女子就是风水的水位 男子就是风水的风位 男人要像风啊 女人要像水啊 是不是 这个风还风为很多层次呢 你是清凉之风 你看夏天风一来 凉快的 你是柔和之风 是不是 今天你是暴风 今天你是龙卷风 就是害人的风 那你今天是水啊 是不是 你是什么水的 得水净水养人之水啊 首先这个水有厚德 水能养人 是不是 今天我们变成开水了 谁碰你掏出泡来 今天你变成洪水了 今天你把自己变成 红颜祸水了 那这个水位你出了 一个风位就出了 坏风坏风全在你身上 你能好得了 好不了 究其原因 还是出位了 要不孔子这一句话是非常出名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我们今天在什么位上 谋什么 谋什么样的事情 就像我经常在我们单位 我是什么职位 把我的事情干完 还要干超出 让老板放心 老板觉得我花这么多钱 请的你 是不是 给你发着工资 你有良心 你对得起你那份工资 不断地学习 把自己的能力 德性 完完全全地提升 紫月 君子 耻其言 而过其行 以言行 一致为美德 以言过其行 为可耻 这是孔子一贯 提倡的 做人种则 要么说 要么说出去的 一定要做到 如果言之 造造 却不能付诸实践 徒有华丽的言词 那也只是假道学霸了 君子是行动胜过言行的 你看这一段话也是告诉我们 君子是行动胜过言行的 今天你说的天花乱坠没用 我们要去做 一定要去做 今天我们学了儒家思想 学了论语 是不是 知道自己为了 回家以后好好疼妻子 妻子让你疼得他 天天像元宝的笑 我告诉你 你离发家就不远了 你看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 经常给我们第一夫人干什么 又是拎包的 又是当求天的 我们自己看看 人家再怎么做 对妻子好到什么程度 李嘉诚连续华人18年首富 太太50多岁去世 守了三四十年的南瓜 李嘉诚那个钱 取多大年龄的取不了 我们想想 没有 对妻子的恩情 对妻子的这种恩爱 几十年保持不变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你光看他当华人首富 有道理 他这一块守得很好 所以以言行一致为美德 就是言行一定要一致 以言过其行为可耻 就是光说不做要骗人 今天我是能说得很 是不是 说得挺好 就是做不到 这是孔子一贯提倡的做人准则 这是孔子一贯提倡的做人准则 要么不说 要么说出去一定要走到 不放空袍 说出句话一定坚信 不管对谁都是如此 对长辈 对平辈 对孩子 你看我们那个时候的 孔子最出名的一件事情 孩子哭闹 你别哭 我给你杀猪 是不是 别人都说孔子 你开玩笑杀猪 你真杀猪 真杀 小孩能欺骗吗 不能欺骗 他真把猪就杀了 给孩子吃了 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说骗人的话 脸都不红 眉头都不眨 眨一下 哎呀 我们今天是惯犯 可怕得很 我们今天谁都敢骗 上骗佛祖 下骗百姓 没有不骗的 不知道害怕呀 如果言之糟糟 却不能付诸实现 徒有华丽的言词 那也只是假道学罢了 君子行动胜过言语的 什么叫君子 行动胜过言语 你看我现在遇到很多 学传统文化的人 人家有一部分 确实做得很好 有一部分真不行 光拿嘴骗人 行事上做得很好 转过脸都不是他那样 自己家里关系 处得一塌糊涂 一点都不幸福 我就要再讲呢 一个老师讲的 偷偷是道的 是不是 讲夫妻关系呢 讲孝顺父母呢 他对他老爸老妈都不孝顺 他们夫妻还离婚呢 他们家孩子还对他不好 那他讲的课你敢听 是不是 光卖嘴 没有实干 哪能得到实际利益 得不到 儒家道家佛家 所有的思想文化 都是叫我们要付出实践的 一定要努力 不努力肯定不行 孔子说 说君子把说得多 做得少 视为可耻 什么叫君子 君子是把说得多 做得少 是视为可耻的 今天我们要少说都做 知道一句做一句 做得明明白白 心里清清楚楚 这个就了不得了 我们就知道 原来君子是行动胜过言语的 完完全全是胜过言语的 我们在学的时候 我们在讲的时候 就知道 原来孔子的一贯认为 言行一定是要一致的 他对君子的评价就是 君子的是行动胜过言语 完完全全是胜过言语的 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就知道 原来孔子也是主张这个 我们能不能做到呢 子曰君子道者三 我无能言 人者不忧 知者不惑 勇者不惧 子共约 夫子之道也 孔子提出 人之勇三条 作为君子标准 仁爱的人不忧愁 就是仁爱的人从来不忧愁 智慧的人并不迷惑 就智慧的人并不迷惑 今天我们学了圣贤教会 你有智慧吗 有智慧你还会去抽签算命 有智慧你还会让一个活佛 头一摸就给人捐一笔钱 就觉得得加持了 你肯定不会做这些事情 智慧的人不迷惑 你知道 学而实习之 是一切圣贤的教育根本 学了让你实践去做的 世上没有捷径 完全是没有捷径 人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勇敢者没有畏惧的事情 完全没有畏惧 子共悦夫子之道也 所以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之一 就是它是核心思想 完完全是核心思想 孔子说 君子所遵循的三个方面 我都没能做到 人得的人不忧愁 智慧的人不迷惑 勇敢的人不惧怕 子共说道 这是老师对自己的描述 这就是老师对自己的描述 君子要具备的人之勇 三个条件 要有仁爱的人不忧愁 真正仁爱 你要明白了 懂得这个道理 你什么都不忧愁 就像我要把《易经》看完一遍以后 我就明白一个道理 见什么样的人 吃什么样的饭 出什么样的事注定的 不用愁 烦恼都不用起 我告诉你 只需要把守住自己 这种心不受外界影响就行了 做好自己的事 长存良心 命运自然 随着良心的厚重大小 而就改变了 人的良心产生了 大的共振能量的以后 外在的所有风水就变完了 我告诉过大家 过去我在一个朋友那 办公室前面 一个奸行的房 过去几个大师给他讲了 说你这个奸行房对你冲煞 你运气不好 他把办公室买那个地方 以后运气就不好 他给我打电话 我看视频自己落实 提升德行 他说我从哪儿得 提升德行 孝顺父母 厚爱兄弟姊妹 对员工好的 从那以后给员工福利也提高了 对员工的态度也好了 对父母也孝顺了 花天酒地的事也不做了 做了一年时间 突然对门的这个奸行的建筑 人家那人不知道什么原因 把那奸行的变成个平顶 平顶的给修了 哇他吓一跳 他说呦 那顶子什么事变了 我都不知道 我说你天天执着那个尖呢 你不执着了 做好自己缝内的事情的时候 厚得足了 其间也平 就这么简单 他改了 就像地藏经常讲的一样 是不是 真正有善服的人 恶势不入耳 何况铃声呢 就是恶势连你耳朵 你都听不进去 不受恐吓 何况怎么能跑到你自己身上呢 不会跑你身上来的 我们要是真懂得真明白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什么算命啊 我们家风水不好 八字不好的问题 全方向 下功夫做我们自己 把自己变成一个君子 行动胜过言行 努努力力的 要有仁志勇的 这种思想 下功夫把自己变成一个厚道的人 你这个就了不得了 你这个时候 你这个时候你在看 所有风水被你所用 所有贵人都来助 所有小人 完完全全 都离你而去啊 他不害你啊 因为你有厚德 他害不动 好 这一堂课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